当前秘书长今天离开台北之前,曾经在台北国际机场,受到了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外交部长周苏凯,历政部长徐庆忠,国防部长黄杰,财政部长李国鼎,和交通部长张继胜等有关官员们的欢送。 张秘书长在答复记者的询问的时候表示,他在日本期间,除了参加中日合作特定会常务委员会议之外,还会拜会日本政界的老朋友,并且宣慰礼日侨胞。 根据中金的报道,这次中日合作特定会常务委员会议将要讨论美国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的意图,联合国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和其他政治事务。 随同当民主党会往东京的还有费华,陈建忠,胡建忠等,胡建忠今天以我国代表团发言人的身份,相续地发表谈话,他说, 这个中日合作特定会,成立了多年,这个一项是每年开一次会。 那么最近啊,这个双方面的委员啊,都感觉到啊,这个世界的局势啊,变化得很厉害。 有加强啊,双方面交换意见的这个必要。 所以因此呢,那么今天这个会啊,改组了,是加了一点,双方面加了一点常务委员。 那么这次是常务委员会,那么,呃,这次驱赶大概是,呃,因为介于这个市盖这个局势的新的变化,那么双方面就交换一点意见。 那么同时,研究研究如何,如何这个阴影的这个变质,也就更加强和重。 这个,这次的这个,这个图书的机会啊,基于这个这个市盖的局势的这个积极的变动啊,比任何一次,呃,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感觉到任务的沉重。 事情是很重了。 是的,是啊,嗯,是的,嗯,非常,是的,嗯。 书盟和亚蒙的大会,在今天上午,圆满的闭幕,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见到我国代表团团长,胡仁刚先生。 现在我们就请胡先生,为我们谈一下这次大会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成就。 呃,这次大会有很多的成就。 尤其是在,当前,姑息一流啊,这么隈满。 李克森總統要去訪問大陸的這個不正確的這個主張以後啊, 那麼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婚禮中, 那麼所以這次大會開啊, 就即便很大開掛起來很大的成就, 第一點,所有國外來的代表,都是有代表性的代表, 而他們在這一次回憶中, 所表現的遺憾非常堅定, 絕對沒有受到當前的古希柳的影響, 這個是第一點成就。 第二點呢,就是所作的各種建議以及共同的生命, 都是提出了適合於當前國際反共形勢需要的建議和主張。 第三點呢,這次這個會議, 得出了這個第一主國, 就是菲律賓的政府和他的國會議, 就是引了熱烈的支持。 第一點呢,就是把這一次, 把這個會議,下一個第六個司令大會, 已經吹起了, 因為拉近美洲的代表的請求,要求啊, 接近到明年之後, 美西哥去開呀, 這個是, 是把我們的使命運動啊, 吹進到了亞洲以外啊, 這個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了, 你說的即將是我的一個, 綜合這個感想。 請問郭先生, 我們都知道, 尤其是在這一次大會期間呢, 對於這個, 反對共財混入聯合國, 以及反對美國總統林克森的荒謬的決定啊, 大家表現的情況怎麼樣? 啊,這個是大會上, 這一次在我們大會有討論的情形, 這兩個案子是, 幾乎可以說是一個, 分開, 呃, 扶騰, 清晰的扶騰, 那這種原因表現, 不僅是中華民國的代表團有這個情緒, 亞洲的代表團有這個情緒, 亞洲的代表團有這個情緒, 而來自於斯改國國的代表團啊, 都有這個情緒, 這個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證明了尼克森總統的政策和主張的錯誤, 呃, 這個, 呃, 這一次亞民的司令啊, 是反映了全世界的人民的正確, 爭議的新生啊, 這個是, 可以說, 也就是我們司令、 亞民多年來啊, 咱們共同路的這個正確方向的一個表現, 謝謝郭先生, 我們放文,